11月26日是首个世界可持续交通运输日 当日,滇赞铁路重要组成部分 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 学域高原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自此结束不同铁路的历史 丽湘铁路起于云南省丽江市的丽江站 终点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香格里拉站 设计时速140公里,全长139公里 该铁路地处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 连接丽江古城、拉士海、玉龙雪山、胡跳峡、哈巴雪山 香格里拉等众多知名景区被誉为美丽云岭天路 该项目自2014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 历史9年架设了34座桥梁 建成了20座隧道,桥隧占比达73.4% 先后攻克了高地硬力软岩大变形 及高海拔长大隧道 大坡道长轨运输和推送等技术难关 修建的胡跳峡金沙江铁路大桥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 我们这个立香铁路高原动机的话 跟普通动机它的功率更大 现在我们这个高原动机的是7200千瓦的功率 然后我们普通动机的话是只有5600千瓦 然后因为这个是高原地带嘛 我们为了适应这个高原地带 我们高原动机这个车增加了压力波伐 然后让旅客很少感觉到这个耳鸣的感觉 更有很好的体验感嘛 然后是这个车窗玻璃 适应这个高原地区的紫外线 然后我们采用了这种耳紫外线的几个 这个车窗玻璃的话 对这个紫外线通过率不超过1% 赞足小伙子格荣培楚是立香铁路上的列车员 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迪庆交通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迪庆香格里拉机产通行 2021年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通车 现在迪庆进入动车时代 香格里拉到省会昆明只要4个多小时 我是刚好是我那边香格拉人 自己也很开心 还刚好胜任到了这样一份工作 自己内心也是那种自己很激动那种很兴奋 然后希望能做好接下来的每一件事那种 让外地游客过来也是能感受那种 我们那边人的风土人情 我也是能更好的那种 为家乡出一份力 立香铁路开通运营初期 每日开行旅客列车巴列 昆明 大里 立江至香格里拉 最快分别为4小时30分 3小时58分 1小时18分可达 同时开行货物列车两列 建材 生活用品等货物 可通过铁路快速运达香格里拉 沿线续产品 土特产等 可通过铁路销往中国各地 以前的话我去送女儿上学的话 女儿是在昆明读书 然后都是要开车到立江 然后送到立江火车站 然后她坐立江的动车到昆明 现在的话她只用坐10分钟 车子就到可以这里买票了以后 就可以直接到昆明了 我希望火车开通以后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香格里拉 让我们香格里拉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裕 立江铁路是中国中长期铁路规划 晚中滇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通运营后 将有力提升民族地区运输服务保障能力 对促进民族团结和推动云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